老花姨每人一答回答一下出版的演化问题 一个出版说 4月份买了两株冬红果树 早几天怎么怎么地没照片吗 关于蚂蚁朝学这个事他问到 就是很多话说 老花姨这个蚂蚁对植物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吗 影响不是很大 你如果说蚂蚁很多的话呢 它没得吃 它也会吃植物的嫩根 明白吗 所以说呢你可以考虑两个办法 一个是养蚂蚁 就是你喂它点东西它就不吃你的根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诱伤 你把那个我大舅子吃的那棒棒糖抢过来 给它放到蚂蚁窝旁边 到时候一聚一大堆开水一烫 烫上几次就减少了数量 也会减少很多好吧 我觉得没必要上药很残忍 不过老花姨也有啊 有的话有需要的话还是有的 可以找客服去要药 像肉宝说 黄脚蓝树皮脱漏 有啥方法治疗吗 一般这种的都是出在根系上 用点杀菌药喷一喷 往根部灌一灌 预防一下就行了 这个东西没办法 因为我大舅子胖的都长认真纹的 咋吃啊 稍微预防一下就行了 别的如果把皮蹭破了就OK了 问题不大啊 不用过多的去纠结这些事情 下个周伯说 你看这个是木字画嘛 小苗以前就挂了大苗这样 这个就是木字画 这是绣球 大花绣球呢它就是木本的 好吧 有的画家问我这个绣球怎么剪啊 像我们大棚里边 我跟大夫说 我们大棚里边为了生产的话呢 一般是重剪 就是有多很剪多很 基本就平查了 知道吧 画我们养花呢就没那么大必要 我在云南看我们那个小院房东 人养的那个没管过 那一个杆子长得跟我大拇指一样 土都长老高了 那绣球一开也是一大片 其实你看个人明白吗 你地灾的话你只要水肥一根上 就可以不用修剪 开完的话你把花头掐了 如果是盆栽的臭膀呢 就看个人爱好了 想重剪重剪 想清剪就清剪 不过你清剪的话 要换盆啊 加土啊 你别忘了这个事就行了 每隔一到两年 换个大一号的盆 下周本 新叶发黄发白 黄化病 新叶越来越来越来 就缺营养 黄化病 用繁肥水就可以解决 用繁肥水的时候 适当的来一丢丢的杀菌药 一般只要出现这种啊 它也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个病害 明白吗 下周本 办公室的小发财 叶子卷边的 咋回事 该捡 发财数每年五月份 五亿左右的 就捡它一下 就跟理发一样嘛 是吧 正要理不理发 这一个道理啊 懂这事就行 虽然你很长了 就控制不住了 它根又不长 你发现了吗 啃老竹啊 上面多了 它就受不了了 捡一点 来一点点肥料 别用太多了 找不到用啥肥 也可以找我们要 哎 老花就卖这玩了 下个臭宝说 撤梨子 买了一个多 又心意怎么怎么地 听过一句话嘛 樱桃好吃 树难种 这个怎么回事呢 把表面的土瓜 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现在这个时间呢 我不建议你留果了 今年真的不建议留果 为啥呢 因为已经出现了 胶边营养不良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说呢 不建议 建议保大 不保小了 好吧 用点杀菌药 再来点番菲水 供上营养 就会好很多 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哦 别的没什么 浇水注意一下 摸一摸盆土 干了记得浇 露出来表面根系呢 是让你更快的去判断 好吧 花盆稍微垫高一点 别老师用水积在托盘里边 时间长容易烂根 老师老花一 眼花最转一 眼花问题呢 就问就完了 白了错包 Михаила 生得 melt 喜烟